我们聊过不少中东地区的话题和故事 在这些故事中 以色列都是绕不过缺点 而对于8090的朋友们来说 巴以冲突更是从小看到大的新闻热点 不过这一期 恐怕我们还聊不完这么大的话题 我们会回到一百多年前世界 从犹太人的复国运动 这个当时来看无比魔幻的事情开始 重新审视以色列的一切 犹太人的问题在欧洲由来已久 自从正派罗马摧毁犹地亚 犹太人流亡各国开始 反犹这事在欧洲就没断过 他们欢迎过犹太人 也驱逐过犹太人 到了19世纪 随着欧洲民族主义的兴起 反犹运动也一浪高过一浪 在匈牙里 反犹人是率先喊出口号 让犹太人滚到巴勒斯坦去 很难说是不是这些口号点醒了犹太人 但无论如何 生活在奥匈帝国的犹太人 小多赫茨尔的犹太国 直接拉开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大幕 在当时 犹太人复国 还只是个遥不可及的幻想 但是赫茨尔还是进行了大胆的想象 并选择了两个建国的备选地区 阿根廷和巴勒斯坦 当然还要提一嘴 犹太国这本书最开始的写作动机 并不是为了写书 而是为了游说罗斯柴尔的家族支持他们 因而在书中 他对可能存在疑问进行了解答 当然罗斯柴尔德家族 有没有像阴谋论说的那样 暗中操控世界 我们不知道 但是罗斯柴尔德确实赞助了 犹太复国运动 在几十年内 他又掏了600万美元 资助了三分之一的犹太人村庄 此后 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中 赫茨尔也没闲着 他们主导了犹太复国大会 在这次成功的大会结束后 赫茨尔本人更是激动的预言 最快五年最晚五十年 犹太国就会建立 不过在当时的犹太人眼里 这个预言简直是离谱到家了 首先犹太国面临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在哪建国 在犹太复国运动中 被选地一直不少 马达加斯加 东非阿根廷等等区域 都曾经是犹太人的被选地 但是犹太人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 在几千年的流散中 辗转各地的犹太人 衍生出了各式各样的犹太族群 他们互相争的差别极大 矛盾难以避免 而共识难以达成 比如德国返游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把矛盾对准了东方犹太人 也就是从东欧来到德国的犹太人 此举不仅没让德国犹太人反对 反而获得了不少犹太人的选票 再比如当犹太复国追者 呼吁犹太人前往耶路撒冷的时候 美国犹太人就公然表示 犹太人已经找到了 美国这样理想的家园 没必要到处乱跑 前程的宗教团体也表示 以色列的建立根本不符合经典中的场景 而使用武力返回更是违背了教义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犹太复国只能在巴勒斯坦 也只有巴勒斯坦方案能获得所有犹太人的支持 这是一件根本没有选择的事情 东非的乌干达方案 犹太复国组织确实讨论过 但是这次讨论差点把整个复国运动搞分裂了 好那么地点确定了 我们再来聊聊下一个问题 土地与民族 巴勒斯坦并不属于犹太人 巴勒斯坦也并不是无人区 要建国巴勒斯坦的统治者 巴勒斯坦的土地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 都是绕不过去的问题 在一开始 犹太人是很理想的 希望以和平不触犯各国法律的形式 回归故土 他们天真的认为 统治巴勒斯坦的奥斯曼帝国苏丹是可以协商的 他们中有一部分人更天真的认为 犹太人带来的资本和技术 可以让阿拉伯人和平地 接受犹太复国这一事实 很遗憾 从不久之后的历史来看 这一切都只是天真的妄想 没错 此时统治巴勒斯坦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对犹太人一直还算不错 在1453年 土耳其攻破军事坦尼堡的时候 就受到了城内犹太社团的欢迎 之后 当西班牙爆发了反游事件的时候 苏丹还贴心地派船 接大量犹太人来土耳其生活 也正因为此 在犹太复国会议的一开始 各路代表就向奥斯曼帝国的苏丹致敬 并且同意向苏丹臣服 以换取自知权利 但是随着犹太移民的增加 尤其是犹太人购买土地数量的增加 奥斯曼政府意识到了问题 他们限制犹太人对土地的购买 但是在犹太人的金钱攻势下 帝国的官员 很快把这些金领抛诸脑后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当地奥斯曼官员 干脆直接开始针对犹太人进行迫害 这间接催生了以色列国防力量的诞生 而且直接让犹太人站到了英国人一边 就这样 令所有犹太人狂喜的贝尔夫宣言横空出世 不过我们要明确的是 宣言的问世 不代表所有英国人都会支持犹太人的复国事业 反对这一宣言的大有人在 不过无论怎么说 奥斯曼的战败和崩溃 再加上贝尔夫宣言的问世 让犹太人在复国竞争上迈出了一大步 不过当地的阿拉伯人却不会坐以待毙 到底这种所谓的复国运动 对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来说 就是侵略和殖民 这场旷日持久 并且对20世纪历史影响巨大的冲突 从1929年正式开始 在欧洲 犹太人没办法依靠武力对抗国家 但是在英国人之下的巴勒斯坦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犹太人直接大规模购买武器 并且训练人员与阿拉伯人开始了硬钢 说实话 如果没有欧洲这么剧烈的反右运动 犹太人也不会这么大规模的移民 犹太国很可能也不会出现 很多人来到巴勒斯坦 真的只是逃难 当然 也有很多人来了又走了 原因就是巴勒斯坦的条件 对比欧洲来说 实在是差的太多 当然 在这过程中跑到美国犹太人 也不在少数 而上世纪30年代 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 直接促成了一大波难民逃离欧洲 而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 都在限制入境 所以巴勒斯坦就成了 犹太人最理想的去处 那里是犹太人的圣地 而且有早期移民可以提供帮助 是一个犹太人心目中的希望之地 就这样 从1933年到1936年 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数量 从23万上升到了38万 从比例上来说 占当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但是犹太国的发展 当然不会这么一帆风顺 阿拉伯人的反击让英国人让步 他们派出调查团 给出了自己的建国方案 在这份方案中 以色列仅占巴勒斯坦的20% 而阿拉伯人占据75% 不过央国鸡贼就鸡贼在这里 这75%的土地不是巴勒斯坦 毕竟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 从来没有建立过自己的国家 这片土地是要画给外约旦 也就是现在的约旦王国管理 这样巴勒斯坦的领导人自然不愿意 但是犹太人是同意的 理由也很简单 这个犹太国虽然比预期中的小一些 但是也是个独立国家 这犹太复国运动总共才诞生了40年 要啥自行车啊 但是这份不太理想的方案 似乎只是犹太人暗淡前进的序幕 1939年英国人彻底抛弃了他们 表示对于犹太人的命运毫不关心 德国也开始入侵波兰 并且连战连胜 同年招待的犹太复国大会 现场氛围空前压抑 所有人都看不到一丝光明 不过真要较真的话 这一年还真有个好消息 英国向阿拉伯人进一步妥协 不仅限制犹太人往巴勒斯坦的移民 还限制了犹太人的土地购买 而且还许诺 十年后会在巴勒斯坦 建立一个以阿拉伯人为主体的独立国家 但是这个从上帝之角来看 对巴勒斯坦极为有利的许诺 竟然被阿拉伯人自己覆绝了 这为接下来一切埋下了伏笔 在最初的贝尔夫宣言中 巴勒斯坦的定义 包含现在的巴勒斯坦和现在的约旦 而一战后外约旦直接建国 现在又要拿走巴勒斯坦80%的土地 这对犹太人来说非常难以接受 而在接下来的大战中 英国人百般阻挠犹太人往巴勒斯坦的移民 他们理由非常搞笑 说犹太弹兵中有纳粹间谍 他们跟德国人一样 把犹太人关在了塞普斯 而战后的英国甚至世界 也没有一下子对犹太人那么友好 反游行为在欧洲还有 美国人里面巴顿埃森豪威尔 骂犹太难民是最肮脏的群体 英国人要求来到巴勒斯坦的犹太难民 进行洗澡消毒 这一切彻底把犹太人逼急了 为了获得应许之地 犹太激进组织不择手段 炸弹袭击暗杀刺杀游击全都用上了 其中最典型的案例 就是咱们之前提到过的 大卫王酒店爆炸案 是不是有点眼熟 没错 后来被成为恐怖分子 和巴勒斯坦激进组织所用的手段 以色列人早就玩过一遍了 这么一折腾 英国人有点受不了了 在战后 英国国力本就一落千丈 在巴勒斯坦 面对美苏的被刺不说 犹太人还疯狂搞事 也不玩了 崩撤卖溜 我大英帝国都快烦了 还关你这些 你们互相伤害吧 就这样 1947年 英国人从巴勒斯坦脱身 甩锅给了新生的联合国 联合国成立了巴勒斯坦专门委员会 到巴勒斯坦考察情况 此后 1947年 联合国分治方案出炉 在这个方案里 巴勒斯坦地区将被分为两个国家 犹太人和阿拉伯人 分别占有55%和45%的土地 耶路撒冷自有联合国进行管理 犹太人这下子高兴坏了 在方案之前 他们占据6%的土地和1%的人口 现在一下子可以获得一半以上的土地 将近1.52万平方公里 当然 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内盖富沙漠 并没有很多营销号吹得那么转 毕竟巴勒斯坦拿的地也都不赖 毫无悬念 这个决议一出炉就遭遇了阿拉伯世界的强烈反对 最终是美国立意退队决议进行表决 据说 当时很多人都在收音机前 聆听这次改变两个民族命运的表决 可以说 每一票都牵动着几千万人的心跳 不过 此时的美苏都支持以色列监国 美国也不用说了 除了大批犹太资本的游说外 总统杜鲁门也被精准游说 而在苏联看来 支持以色列可以打击英国在中东的力量 另外 中东地区铁板一块 也不是苏联人想看到的 所以 这次表决根本没啥悬念 联合国这时候一共就57票 苏联自己就3票 美国人自己控制拉美及欧洲大批小弟 英国人弃权 决议通过毫无悬念 但是 接下来发生的事实 跟很多人认为的完全相反 被很多人称为最优秀民族的犹太人 其实谁也对不过 在国际上 他们饱受欺凌 在巴勒斯坦光当地的阿拉伯人都快把他们单杀了 更不用说外面虎视眈眈的各路阿拉伯国家正规军了 形势对犹太人极为不利 在CIA给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秘密报告中 他们表示 犹太人如果建国的话 最多只能坚持两年 甚至犹太人高层都认为应该推迟犹太建国的时间 但是作为以色列国父的本古里安有着惊人的判断力 他认为如果错过此刻 以后可能再也没有这种机会了 最终在1948年5月14日在巨幅赫茨画像之下 本古里安宣读了以色列版独立宣言 并宣布以色列正式成立 当然 重压之下 他们也做了很多工作 首先就是咱们刚才说的 争取美国的支持 他们请出了杜鲁门的犹太好友雅各布森进行游说 最终让美国总统支持了以色列的建国 此外 他们还积极争取约旦的中立 第四任以色列总理 梅俄化妆成阿拉伯妇女来到约旦 与国王阿普杜拉进行了一场经典的对话 最后 他们向全世界犹太人发出邀请 共同建设犹太国 当然 在这之前 他们就把犹太区中的巴勒斯坦人赶了出去 此时 犹太人还有个巨大优势 那就是团结 经过了二战之上浩劫 无需任何辩论 曾经一盘散沙的犹太人都明白了犹太国的重要性 就像以色列初代总理本估里安说的那样 如果犹太人在二战中有自己的国家 那么结局可能会完全不同 所以此时的犹太人少了一些辩论 多了一些实感 而冲在最前面的 不是很多人推冲被制的犹太商人 而是那些扎根在土地上的工人 农民和大学生 如果没有他们的实感和执行 我认为以色列真的坚持不了多久 但是团结不能当子弹使 当5月15日 也就是以色列建立的第二天到来的时候 伴随朝阳而来的 还有大规模的阿拉伯军队 面对正规军以色列 一窥千里 毫无抵挡之力 在拉伦特以军大败 台长沙龙受伤 在耶路撒冷 拉宾目睹了耶路撒冷老城犹太区的线路 战时最紧张的时候 埃及人距离特拉维夫只有9.6公里 但是联合国的停火调停改变了一切 这样以色列续了一口血 在美犹太人直接搞出来7500万美元的巨款 来帮助以色列赢得胜利 按照规定 双方其实都不能购入军火 但是事实上双方都在购买军火 阿拉伯人有英国支持 而且他们觉得胜券在握 卖联合国个面子 歇了几天再杀也不迟 以色列方面更加疯狂 就连有纳粹标志的武器也照用不误 此外他们还从美国获取了一些犹太裔美国飞行员 从苏联获得了200多名犹太裔老兵 从捷克那里得到了1000多人的捷克旅 这些力量都为未来的战争打下了坚实基础 最后再加上以色列自己的疯狂暴兵 战局快速翻转 说到底 中东战争与什么宗教正义发力都没有关系 这场战争只能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生存之战 双方自然会竭尽所能赢取胜利 只不过区别在于 以色列一方是团结的 而阿拉伯各国却不是一条心意 他们虽然共推约旦国王阿普杜拉为盟主 但实际行动起来却不是一回事 沙特就是意思意思 约旦军队虽然精锐 但其主要目的是控制约旦和西岸的阿拉伯区 在获得以色列的许诺后自然退兵 叙利亚和埃及这时候菜的抠脚 被回血之后的以色列一顿暴打 战局逐渐稳固 趁着到最后以色列占领了巴勒斯坦五分之四的土地 比决意决定的多得多 最后 各怀鬼态的阿拉伯各国 与以色列先后达成协议 1949年7月战争结束 犹太人胜利 但是代价也是高昂的 约1%的以色列人死于战争 总计5000人 所以阿拉伯军的战斗力你们懂了吧 但是这次胜利标志着犹太国的正式开始 以色列展开选举 设立法律 尤其是回归法 这使得所有犹太人都可以来到以色列 并且加入以色列国籍 而随着大量人口资本的到来 以及时间的加持 第一次中东战争的胜利者 将越来越难被战胜 留给阿拉伯人的机会不多了 好的 我是小龙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本期视频也是先坐这里 喜欢朋友可以三连支持一下 如果本期视频点赞量超过12000的话 我将会在一周之后更新 以色列系列的下一部视频 中东战争 就是后面23454 你们懂的 好的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